刚才跟你谈了外围也谈了不少的时间 排除法,你刚才说到 比如说半导体股下半年 可能都未必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比如资源股,你刚才都分析了OX 你又觉得未必是一个很值得吸纳的股份 好,以排除法,我们这两样 我们就不放在仓位里面 如果下半年的部署策略 你觉得如果真的投资美股 你觉得已经价格了 大概七成半至七成经济衰退的预期反映 投资者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美股的仓位呢? 首先,因为美股的区域真的相当多 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在这么多板块里 举一两类去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论 其中一种谈论的一个类别 就是你将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有很多种分开分析的方法 这个 你将它暗门的类别里面 你强行分两类 硬件类和软体类 这个OK? 这个就是Half-Layer-Soft-Layer 那我们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我们参考 不就是今次加息加金凶行 我们参考历次是加息 兼是经济衰退的年份 那一角度去进行一个系统性的 就是bad day的一个所谓的分析 你会发觉很有趣的 就是很凌厉的 硬体类的股份是最慢复苏的 就是说可能是一些手机类 或者是电脑 PC类的那些 其实它是recover是最慢的 应该是 用历次的记录都是这样的 那反而就是说一些 特别是SARS那些 这个SAS 这个就是说的 那些这样的 实际上是sofair 也不sofair 就是应用疼脸类的这些 的反法 就反而它 其实用历史的经验看 就算是有追退也好 它们的硬性仍然是有的 甚至那个 是所谓的营收的增长 仍然会保持一定的硬性 所以在今次的美股里面 我们看到的形态也挺似的 这个 我也看到的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对 这个项目 跟这些项目 对 这个项目 的 是 你 对